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13号宣布 我国空军正式采购两具狙击手瞄准夹舱 将可以提升对地攻击的精准度 而据了解,这两具夹舱将会先放置 在升级版的F-16A-B型战机进行性能验证 未来会再进一步采购 在台北举行的国防工业展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展出一款名为 Sniper狙击手的新型瞄准夹舱 它透过红外线和雷射光能精准标定敌人地面目标 大幅提升空中对地攻击的准确度 公式采访团队去年在美军环太平洋军演中 就拍摄到多架美军F-15战机都配备有这项配备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在13号发表新闻稿表示 已经和我国空军签约 台湾将成为第20个使用之项配备的国家 各界认为这对于正在进行性能提升的 我国F-16AB型战机 战力更有帮助 这份新闻稿也提到我国目前先购买两组 根据了解质量组将先放置在升级版的F-16上进行验证 等确认系统整合程度以及战力之后 未来将会继续采购 不过这项攻击性的配备太过敏感 空军对此低调回应表示不予评论 另外空军的教练机采购完也是一大焦点 汉强公司推出现有AT-3教练机的升级版AT-3MAX 和IDF金国号战机的延伸版X-AT5 以及和意大利厂商共同合作的M-346教练机 国际国造你所有东西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所以维持成本相对应就会降很多 不过这项采购案还是要看年底公开招标 最后结果决定 记者张雄 郭俊玲 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